茶余饭后,谈起香港的富豪,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李嘉诚家族了。 但其实香港的富豪有很多家族,李嘉诚只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也有好几位。 只是李嘉诚是首富,室下两个儿子的新闻日事也很多,所以大家都只知道李嘉诚了。 但其实香港还有一个李嘉,跟李嘉诚几乎平起平坐,他就是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家族。 李兆基家族是李嘉诚家族在地产界最大的对手之一。 跟李嘉诚一样,李兆基也有两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李嘉诚和次子李嘉诚。 就在去年,李兆基正式退休,将香港业务交给次子,而将内地业务交给了长子李嘉诚。 后者就是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主角李嘉诚,一个堪称富豪界的清流的人。 身为千亿富豪的大儿子,出生豪门,哪怕不是非民前身,也应该是有美人相伴吧。 但是,多年以来,他都是杰然一身,显有花边新闻,堪称非民绝缘体。 这样一个低调的,转世王老五,他传出了比花边非民更劲爆的消息, 这副生下三包胎,当起了未婚爸爸。 是什么原因,让他对孩子的生母绝口不提呢? 是什么原因让他决定这副生子呢? 让我们慢慢揭开豪门生活背后的面纱。 李兆基非常从男轻女。 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女李佩文和他的先生李宁, 也一直服务于行基,李佩文一家,甚至常年和李兆基同住。 但是2010年,李兆基以18.2亿港币,买下香港山顶的百家道地皮, 用于兴建李家大宅,建了将近9年,花了几十亿元。 如今大宅已经建好,共有三栋三层高的洋房组成。 这套杂纸总楼房面积,约2485平方米,车位都有16个。 一侧房内,能够俯瞰行基在中环IXC的总部, 而旁边来注的,就是香港政务司司长的官邸,整体非常气派。 这三栋房子李兆基,给自己留了一栋, 给李家杰和李家成哥两,各留了一栋,李佩文一家呢? 没份。 事实上,李兆基早就说明了,他明下超过2500亿的淨资产, 三个女儿都没份继承。 讲到这类,你应该知道随之其的压力,有多大了吧? 李兆基还违信,他和李家成不同,李家成是穷小子上位,府出身。 李兆基本身就是富二代,他从八岁开始学习经商, 当年他怀传1000美金到香港发展, 见惯高低起落心生生生生命由天定。 而孙命大师,就是那些掌握天机的人。 1985年,李兆基长子李家杰,从伦敦大学电脑专业毕业, 就被召回香港出任行机执行董事。 他的前途本是一片光明, 彼时李家成,才是14岁的初中生, 这者门会有继承权, 李家夜大的产业都等着李家杰接手。 就在这个当口,李家杰突然告诉父亲, 自己有女朋友的事。 按理说女生的人品相貌,也都是一等一的好。 可李兆基如林大敌,不看学历,不看家境,不看相貌,不看盛情, 马上找人搬女孩算命。 这魔犯尝试为什么? 又要说到李兆基的前妻刘慧娟。 1985年,同样也是李兆基和前妻刘慧娟离婚的年份。 刘慧娟曾是50年代的港姐, 那时候选港姐指示某夜总会的活动。 李兆基爱他的美貌,将他取回家中, 刘慧娟也一口气吸他开支散业,生下五个孩子。 刘慧娟是个有追求的新女性, 他对待孩子们的教育非常上心, 特别是对待两个儿子及其严格, 李家杰和李嘉诚都不怨和他亲近。 他还要求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 奈何他本身专业能力有限, 进入公司女同事都觉得他增强好性, 狂妄自大,意气用事, 任性争权, 甚至幻想指挥李兆基的工作。 李兆基和他意见不合, 他一点都不留面子, 直接开队, 后来已经严重影响公司运作。 在这个无奈的背景下, 李兆基和他扮理了离婚。 回到李家杰,算命先生说, 和他恋爱这个女孩, 并非大富大贵之人, 最重要视李家杰, 如果和他结婚, 可能会一辈子被他压住一头。 李兆基想到自己被前妻支配的痛苦, 马上联络女方父母, 签支票请女生出过留学, 就像电影女经常演的那样, 这对小情侣一炮两散。 李家杰却从此画风大变, 他一心转言乏法, 出门经常手持一把接线, 已冲于查到, 传统艺术, 限时就做慈善, 简直是豪门女最洁身自豪的公子哥。 2006年, 弟弟李家杰迎娶随子旗, 李家杰亡前亡后, 笑容满面, 如果没有发生后面的事情, 李家完全是最和谐的豪门。 李家杰的性交和哥哥反差很大, 他出生于1971年, 明治与香港首富李家杰同音, 一水时父亲的企业就上市, 在家排行最末,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除了妈妈对学业要求严格让他苦怒, 其余时候, 他并不明白烦恼是什么。 李家杰是个开朗的富家子, 但他的学业, 李董的, 他的学位, 是加拿大委佛罗里亚大学 Honors-Stars本科。 这个学历, 在一种名校石士博士的港圈富二代女, 若爆略, 比起哥哥的伦敦大学, 亦不够汉。 随此其家境不差, 样子漂亮, 性格温顺, 从小就是被当成富豪挂健来培养。 他是李兆基心目中, 最合适的媳妇人选, 最要命的就是大师说他面相贵不可言。 这从天而降的好而媳妇, 让李兆基都兴奋了。 花了七亿取回家, 分礼上高兄弟多子嘴嫖, 号称花的这些前一天就能赞回来, 把大众惊呆。 不管背后有多少故事, 反正李嘉诚是遵循了父亲之命取了徐子琪。 徐子琪和李嘉诚婚后, 安心做好豪门贵妇, 可是他连生两胎都是女儿, 这时李兆基已经不紧紧是脸色难看, 而是直接告诉媒体, 再生女儿我会很失望。 怎么办, 仍家的确是有王位要继承。 为了生儿子, 李嘉诚和徐子琪 曾一年三日前往游西藏第九世创古人波哲主持的, 名为时轮金刚2008的法会祈福, 并接受冠顶与家词。 为了一句自从才能生子, 令氏将自己吃到了一百九十斤。 那时, 李嘉诚的大女儿光光百日, 弟弟一家为了儿子东滨西走, 求神拜佛。 随着弟弟李嘉诚担任了执行副董事后, 李嘉诚也顿时省应, 这时的他才发现, 对于自己没有成家的事情, 父亲虽然最想不说, 心里肯定也是耿耿于怀。 这样对日后自己继承家产极其不利, 生意场想尋浮者去多年, 让他早已没有了年少的纯真, 家族的重担, 也让他很难再找到一个完美的恋人。 2010年, 李嘉诚突然放大招, 他跑到美国找人代孕生下三胞胎, 赶在弟弟之前, 达成了长孙子标, 而且一次胜就是三个孙子。 而名字也充满了书卷气, 自信, 自仁与自勇。 李肇基辅长孙多年, 他不顾自己八十二岁高龄 马上飞到美国抱着孙子们, 笑得嘴都合不拢。 之后他吸行基值是一千三百位员工, 每人一万元大红包, 又捐给医院两千万。 有钱人就是这魔为所欲为。 迷伤富豪李肇基, 要炒三千三百者的数字, 取悦与生生不惜谐音。 要知道在老一辈的富豪们, 不小人观念, 还都是相当的传统。 长子, 长孙对他们而言, 是从中之从, 往往自带优先顺罪和放大戏。 看着平时一心求佛, 以充慈善的大哥, 不声不响就拿下三个继承人名额, 李嘉诚也惊呆了。 如今, 李嘉诚有两个儿子, 李嘉杰有三个。 李兆基退休时, 安排李嘉杰主管行基内地市场, 李嘉诚主管香港市场。 他争这样评论相指, 嘉杰灵活, 嘉诚实干。 在李兆基眼中, 两个儿子都很出色, 虽然李嘉杰的能力很值得认可, 但他似乎更喜欢小儿子李嘉诚的性格。 如今, 三个孩子也已经十四岁, 虽然注定要成为这千亿王国的接班人, 但李嘉杰为了让孩子们 能有一个自由的童年, 很少将孩子的资讯, 暴露在公众之下。 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 这两年香港市场动荡不安, 从李兆基2019年放下岁印, 李嘉诚竟一点发展都没有。 李嘉杰手握三枚千亿家产继承人, 又背靠内地市场, 你猜李兆基去世之后, 李嘉诚的行基江山还能稳固吗? 同根生, 双天急。 李氏家族除了两个儿子, 大女婿李宁, 也是对千亿家产虎视丹丹的一分子, 并不会, 指李宁, 并非比李宁。 李宁的爷爷, 是银行家李明, 香港浙江第一银行是他家的, 也是豪门之后。 李宁取了李嘉诚大者李佩文之后, 就加入行基工作, 任责行董事多年, 他对行基发展的情况了约指掌。 李佩文也在行基工作, 他主导行基租任业务, 做地产起家的行基名下, 有大量物业, 李佩文的租任部门, 每年能为集团正赚六十多亿。 李佩文的奖女李敬因 毕业于美国名校斯坦福国际关系专业, 他目前是行基租任部总经理助理, 也就是他老妈的助理。 看, 各人都在报各人的稿。 当李嘉诚李嘉诚, 王珠生孩子时, 姐姐们已经把成年的孩子, 带进来占位置了。 看过赌王家故事的人都知道, 先入为主多摩重耀。 李佩文结婚后, 一直跟着父亲居住, 尽管李兆基多次表态女 而没有继承权她们一家依旧如此, 一方面自然是表达对老人的孝敬, 另一方面对比不在身边的两个妹妹。 李佩文自然得到的要多一些。 李兆基有句名言, 寸土必争。 大女李佩文, 心得其精髓。 与李嘉诚同岁的李兆基, 今年已经93岁, 他身后行基的格局会怎么改舍。 李兆基和前妻刘慧娟尼婚后, 一直住在以前妻名字命名的位缘, 刘慧娟尼婚后远走加拿大, 只在孩子们有大事发生的场合出面。 他出现在李嘉诚婚礼, 再次出现是陪随子其走活佛求止。 刘慧娟尼婚后生活依旧体面瀟灑, 他从未评价李兆基任何, 这对于一个富豪, 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 名詹没有, 不等于暗斗就不出现, 各门之间的暗暗法力, 相互竞赛, 肯定是小不得的了。 李兆基打下的铁筒江山, 最终会是怎样, 这就留给时间告诉我们答案。 在香港大地上, 曾想演过无数传奇故事, 富贵家庭的恩怨情受, 更是天天都有, 层出不穷。 随着李嘉第二代的上位, 而李嘉第三代的故事, 也将慢慢拉开帷幕。